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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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我们 对啊 你们小队 几次给我们传递关键警报 派得警察将和敌人殊死相搏 助我们渡江 现在大部队都传开了 同志们都盼着你们凯旋而归的 快 别让同仁们等急了 走 对 走 走 来 哲哥 我跟你说个事啊 怎么了 啥呀 你看看 我就想让你高兴一下 我知道这东西对你很重要 那天我给偷了 你放心 放心 仅此一次 以后我肯定不偷了 别让一瓶知道是偷的了 小子 安静下 安静下 同志们 欢迎过队 太麻烦大家了 这么多同志 这么隆重的来迎接我们 怎么能受麻烦呢 几支部队已经在这里会师了 就差你们了 你们是从敌区过来的 确实不容易 首长专程让我们在这里迎接你们 一路辛苦了 谢谢大家 泽运长 我要归队了 等部队设认完毕 我们再去 潘允同志 好好养伤 好 好了 大家都走吧 赶紧进去了 对对对 帮队长受罪 来来来 准备抢 走 都被他抢起来 fraternal 好 你看我们大伯地的同志们 是不是都很热情啊 嗯 特别热情 感觉像家一样 可不像家一样 房间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赶紧过去吧 来 大家都快点 来 东西都放下了 你们就住在这儿 催着班的小刘 高连长 小刘 你带同志们去吃饭 高连长 这个就是你接的那个小队啊 是啊 那还有谁啊 那正好 首长气子下的命令 我们班呢早就把饭准备好了 对了 我们班长呢 还特意留了很多细粮呢 就等你们来了 那 那你们费心了啊 别说我还真有点饿 哪儿的话呀 你们先去吃饭 我得去跟上级 汇报一下情况 那边还等着我呢 好 小刘 同志们都饿了 赶紧带着吃饭去 放心吧 高连长 好 好 那大家跟着我来吧 好 来 好 同志们 这是青柯面酒的面条 大家伙放开来吃 不够吃后边还有 还有 这是炖薄牛肉 可香着呢 大家伙呀 尽管吃 是吧 这么远过来是吧 补充补充营养 好 你们先吃 我先看看去啊 好好好 先生 班军家吃 看着你亲亲 吃啊 好 咱们红军队伍啊 就是一个大家庭 队伍里的同志 都是亲人 是左春生小队的同志们吧 是 你们是刚刚 从雪山上下来的吗 首长说 让我们过来看一下 看看咱们队伍里面 有没有受伤的同志 如果有的话 得赶紧医治了 大家有没有哪儿不舒服的 叔叔 咱这手让人看见 这位同志 你的手伸成这样 得赶紧去卫生所看一下 你跟我们走吧 我给他去吧 他去养吧 好 我给他去吧 我给他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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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再给你吃 黄六 你慢点吃 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啊 没有不舒服 我现在 对别的食物上 没有吃的麦条 在这也没吃过 慢点吃 慢点吃 嗯 在那个里面 在那 在那 那个 小李 我帮他把手看一下 这个手 帮他看一下 姑娘 我想问一下 我兄弟的手 这个 这个要看了才知道 不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以前咱们大部队过雪山的时候 也有同事出现过这种情况 恢复好了没有什么问题的 多谢啊 你太客气了 救助每一位革命统治 是我们的责任 大哥 你在这儿呢 首长找你的 好 多谢 放心去吧 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谢谢 没有及时和大部队会合 还有同志因此牺牲 这个责任在我 是我没有指挥好这支小分队 都知道这次 大家不容易 你们能够安全回来 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 臣臣同志 你不要再自责了 要革命 就会有伤我们 有些遗憾 我们无法避开 不容易 大家刚回来 也该好好休息休息 这段时间 同志们都辛苦了 你们只有休息好了 才能更好地投入到今后的 战斗大陆去 那些牺牲的战友 才能得到安息 明天 还有一场你们的表彰会 原来高连长说的是这事啊 老罗 有重要情况 什么事这么急 刚结合敌人的情况 好 这个 大家先休息吧 我还有些事 快就不陪你们了 孙政刚突然到来 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必须要瞒着红军小分队 这让聂九他们 不由得在心里打起了鼓 一种不好的预感 笼罩在他们心头 此前这个孙政刚 就抓着聂九的档案不放手 在沈一平和聂九 是否结过婚的问题上 纠缠不清 他的咄咄逼人和小题大做 似乎还浮现在大家的眼前 他那种抓住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捕风捉影 大做文章 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做法 给大家带来非常不好的记忆 老邓 什么情况这么紧急 老罗 老邓 这是刚刚收到的国民党的密电 情况很复杂 你们刚刚回来 小队的情况怎么样 别的人我没有特别注意 倒是这个沈一平特别采谋 老邓 你是什么意见 我认为 沈一平的问题确实很复杂 但是这份电报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 这会不会是国民党破坏我们团结的轨迹呢 这份电报的真实性的确有待查证 况且小队刚刚回来 经历了生死考验 好不容易跟我们搭不断会所 现在需要休整 我看这样 这件事先放一放 等他们安心休养 好的 按你说的吧 沈一平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突然觉得有些陌生 多年的地下党身份 都从没让他对自己是谁 这个问题产生过质疑 然而此时此刻 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是谁 一方面 他是共产党员沈一平 另一方面 他还是白晓云 一个国民党特务的亲生女儿 他既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又是一个失去双亲的孤儿 在这个夜晚 帽宫达威村里一派安乐祥和的气氛 但他却感到了生命中 从未有过的孤独感 窗外的夜空中 布满密密麻麻的星斗 他小时候偶然间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 地上死一个人 天上就多一颗星 他抬头望着他们 突然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寂寞 让他去想起来 他让他们帽子 遇到前面 也不能帽子 不可以帽子 可不可以帽子 他将命中在冬季 要 Cheerio 你们来找多一种 对一种 不可以帽子 三一篇 一平 你睡了吧 九哥 我没睡 你进来 怎么还没睡啊 你 你还在想那件事 我总觉得 对组织不能有隐瞒 我们这刚跟大部队会合 明天还在开表彰会 现在不说呢 不是对组织上有什么隐瞒 而是现在这个时机就不对 我就是觉得心里有点别扭 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我理解你 最近实在是发生了太多事情 我知道你会看不住了 你别忘了 还有我呢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 真的 好好睡一觉比什么都想 其他事情都先放一放 九哥 我怕 你怕什么呀 有我在呢 你会离开我吗 只要我活着 只要我活着 我就会一直陪着你 给你看点东西 什么呀 我我都要听你一次 你跟着我干och 我没想到你呢 我都不听说 我会故意啊 这是一个特大的喜讯 可以说 为打开革命发展的新局面 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这个 前几天我们已经讨论过 咱们红军大部队 未来的趋向问题 根据前方的敌情 敌人正在前方四级基金 组织上的任务 是让我们派出先前队 确立几个新根局队的方向 经过组织商议决定 我是这次先前任务的负责人 上级指示 根据地的选择 应力求具备 如下几个条件 第一 地域宽大 方便机动 第二 是群众条件好 汉族人口比较多的地方 第三 是经济条件好 所属地区 经济条件要比较优良 这个时间紧急 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那好 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那我们明天早上就出发 老陆啊 我说两句 关于建立新根局地 事关我们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认为先前部队应该刻不容缓 我这里有一件事啊 也关乎到我们红军的安危 老孙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好 这件事说起来啊 可大可小 就是我们内部有一个同志的身份问题 但经过我仔细查看之后啊 发现这一件事非同小可 如果我的判断属实 这个人的行为会对我军极其不利 你说的是沈亿平同志吗 没错 我们截获敌人的情报后啊 我就汇总了沈亿平的所有材料 发现了很多意义 最重要的是 沈亿平是国民党复兴社 白汝桥的女儿 这一点是属实的 而且沈亿平所在的这支队伍 从最初建立到现在 前前后后发生了种种意外 都和沈亿平和聂九有关 虽然最后小队都转位为安 可是在我看来 这一切都是敌人的阴谋 老孙大 这件事不是说过以后再讨论吗 事关紧急 我就趁这个机会啊 和大家说一下 首先 最有可疑的那个人 就是原来小队的卫生员陈静 他不仅是特务 更是白汝桥的左膀右臂 据我了解 陈静当初加入队伍 也是沈亿平大的桥 老孙 关于这件事情的真伪 我认为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 好 我已经初步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 陈静能顺利地进入队伍 还有小队这一路来的联络战点 被敌人破坏 还有 薛几同薛团长的牺牲 这所有的一切在我看来 都没那么简单 白汝桥的手段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知道自己的女儿沈亿平 是我党的地下党员 还让沈亿平一直留在我们的部队 这种种情况 耐人学会 我相信 这种疑问不是我一个人有 我想在座的各位 应该都有这样的疑问 这涉及到组织的纯洁性 所以我认为 对聂九和沈亿平 必须严查 洛孙 事情 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沈亿平 还是我们的通知 真相到底是什么 还需要切实的证据来说明问题 你刚才也听到了 我们明早就处罢 前期的一些基本事实的调查 由你来做 最后的结论和处理 等我们回来再决定 就这样吧 散会 就这样回来 就是这样 适合 行 谢吕 您找我 传声同志来了 坐 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薛季同学团长介绍入的党吧 是 应该是三一年 三零年 就是老党员了嘛 老党员好啊 思想和觉悟都比新党员高 以后我们部队 就靠像你这样的老党员了 谢吕 您过奖了 您找我有什么事 是这样 我就是想大概了解一下 你们这一次从敌区走来 从你的角度观察 队员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没有 谢吕 您什么意思啊 我不太明白 你别误会 你也知道 在金沙江的时候啊 我们发现了一些 关于沈一平同志的个人问题 就是想大概了解一下 这一路上 表现得怎么样 这一路上 你也有功劳吗 你也有功劳吗 我们都知道 沈一平同志是薛继同学团队 我认识的个人问题 了解得更透彩一点 从你的角度观察 这一路上 陈一平同志 有什么异样没有 没有 你怎么来了 限制员叫我过来 你也是被他叫来的 他问了一些咱们小分队的事 还有沈亿平同志的事 怎么说呢 我什么都没说 白乳桥的事我也没听 你进去就实事求是的说 明白吗 进去吧 您找我 限制员 新任同志来了 来 坐 来 坐下 新任同志 不要紧张嘛 我要是代表组织 向你核实一些情况 希望你们配合 好的 关于沈亿平同志 你怎么看 我跟他虽然是一个小队的 但我对他其实并不了解 那你对他的身份了解吗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写了原同志 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你心里应该更清楚 我为什么今天问你 关于沈亿平同志的问题 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我只是希望 你能把你了解的 真实客观情况 给组织交代清楚 要不然 组织如果通过其他途径 了解到事实的真相 我们今天的谈话 就成了下个调查项目的起点了 我只知道沈亿平的附近 是国民党特务 但他本人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是在跟天安突围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消息 他本人特别纠结 你等一下 你刚才说突围 你们被围困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敌区的时候 总有敌人来追击骚扰 周西人 快点 请进 陈平同志吧 是邪理员派我来的 他让你现在过去一趟 说是有事找你 邪理员 他说要找我什么事吗 邪理员没说 好 陈平姐 你要去哪儿啊 表彰大会可要开始了 你还不收拾收拾 邪理员找我去一趟 那行 那我先去 你就别迟到了 放心吧 去吧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去会场吧 再等等吧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 表彰大会都要开始了 高连长他们已经去会场了 等你嫂子呢 一平姐被邪理员叫走了 说有什么事啊 什么时候 那就刚才 我碰到他们了 大哥 那咱们赶紧去吧 必定人开会也别迟到了 走吧 走吧 老板 相银行 ama 我们知道了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 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 就是关于你亲生父亲的身份 有可能是你真实的身份 他是他 我是我 我没有第二个身份 这么说你常累了 国民党父亲赛白乳桥 的确是你的亲生父亲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上次你填表格的时候 不仅婚姻状况没有填清楚 就连亲属关系也漏填了吧 我确实没有结过婚 至于我和我亲生父亲的亲属关系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这件事情 小队里的人可以为我证明 你我都明白 很多事情需要多方查证 我回去就会写一份报告 我们大家要向这几位同志学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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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队伍中啊 有一支刚刚完成特殊任务的小队 下来啊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好不好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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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啊 我们就请左营长上来 给大伙说进去 好 好 同志们 要说我们这支小队的经历 最有发言权的 应该是聂九同志 我虽然是营长 但是我们这支小队 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 起关键作用的是聂九同志 所以啊 大家请聂九同志 上台讲两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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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聂九啊 打小在寨子里长大 这个表彰大会呢 我是 头一回见 挺好 我挺高兴的 我终于有机会 跟大家来说一说 我身边那些为了胜利 而牺牲的兄弟们背后的故事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不管这个事是大是小 我希望我们能够记住 先和我的兄弟们说起吧 我有一个兄弟叫龙娃 他是国民党的职业逃兵 为什么说是职业逃兵呢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靠着 不断地被抓壮丁 而混口饭吃 他能跑 跑得特别快 我们经常跟他开玩笑说 子弹跑得都没大快 有一次要给金沙江那边的同志 送信 他整夜整夜地跑 一口气没歇过 最后信送到了 人没了 他是给累死的 活活累死的 我还有一个兄弟 叫木鬼 我一说起他吧 你心里就特别难受 因为我到现在也没有问过他 你的大名叫什么 在他离我五十米的距离 被国民党的枪顶着脑袋的时候 他还在一遍遍喊着我 大哥 救我 大哥 救我 事实不是他说的这个样子 不像他所说的 他们是我们队伍的战斗英雄的革命战 差点相反 他们顺利地把敌人带到我们部队 获得情报 这样导致缺套者的是 他们无组织无纪律 给部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他们必须接受组织的严格审查 散除人面 在红军队里面还说不清的事吗 大哥 可是他说咱们不是红军 凌功不陷啊 什么 想造反是吧 来 把你也就带走 我看谁敢当大哥 我看谁敢 别冲动 别冲动大哥 你们先行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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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空口白牙是吧 在金沙江 你招我们参加红军 你是怎么答应我们的 我就不明白了 咱们红军队伍里 怎么有这种小人 孙政高 你就是卑鄙小子 老人 那山上有个厂 都给我带下去 走 你给我等着 别推我 谢理员 他们怎么就是害群之马了 怎么就残害自己同志了 我给他们证明 他们什么问题都没有 山上公公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可是他们现在的性质非常严重 我确定 是他们保存的 别再受歉 你们 不是你们怎么能听姓孙的呢 我不说你们 你们太没立场了你们 哥 你说昨天还夹到欢迎咱们呢 今天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那好吧 你们都不知道 就这姓孙的洗礼员 就是一小人 当初那警察警 招我们来参严红军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是给我们开表人大会 他心里嫉妒 他报复我们 这混蛋 马过来没有 你们还敢闹 孙正刚同志 你够狠啊 我现在想问你 你把我大哥管哪儿去了 这个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我把他灌进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俩人 orders 你怎么不想去 这些有些身体 这些是权之间的 这些有权之间的 哪子 看什么 他说了 他如果是权之间的 你这样违反纪律 我违反纪律 总之 没有上头命令的话 我不能给你看完 请你不要为难我 我凭什么不能见沈亿平 沈亿平同志犯了什么错误 需要被你们关到这儿 沈亿平同志 沈亿平同志 我就跟他说两句话 好 左营长 大家怎么样了 大家都挺好的 大家都挺好的 闹出这么大动静 你就别再隐瞒了 我听说 大家也都被关起来了是吗 一平同志 你放心吧 有我在呢 再说组织上 也不能随便冤枉好人 还有 你的事情 我会向组织上证明 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你自己多多保重 好 谢谢 谢立元 怎么回事 怎么交代你的 门都说不好 谢立元 我 行了 以后再有什么情况 立刻向我报告 是 是 这左春生思想觉悟有很大的问题 你给我听好了 以后未经我允许 任何人不能见经神一批脱针 是 赞口去 刘先生 哥 你说咱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不知道 我现在就担心大哥 不知道他一个人在那边现在怎么样 是啊 大哥一个人管着呢 要是闷的话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 不是说要给我们 开表彰大会吗 带大红花吗 怎么说话给我们 给关起来了呢 这你还没看明白啊 姓孙的洗礼员 从一开始 就没拿咱们当回事 在金沙江那会儿 他就跟大哥对着干 他一直找机会 想报复咱们 今天这就算机会 可你说 咱一没惹他二没招他呢 他老给我们使坏 他要干什么呀他 我忘了 上回大哥就跟他对着干一次 最后也没拿咱们怎么着 还有今天 当着所有战友的面 表扬咱们 还给咱们单独开表彰大会 他心里能输入吗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姓孙的就是一小人 但我就不明白 像他这种人 怎么能存活在 红军的队伍里呢 你们还记得吗 平时曾局长在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 嘻嘻哈哈 还帮咱们说好话 曾局长一走 马上就变脸 今天在大会上 他说咱们什么 说咱们不是红军 不是红军 我身上穿这是什么 这是跟着大哥 一路打回来 死去兄弟们换回来的 他说不是就不是 是呀 哥 按照你这么说 大哥会不会有危险啊 说说吧 去渔阳城仓库偷药品 是谁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 好 都接下来 是 好样的 敢作敢为 那么就牵连到下面一个问题 药品 没有药品 都是假的 那是国民党放出了假消息 什么药品都没有 我越想到你会这么堂赛我 我要知道假消息的来源 你是怎么得到的 有一天沉浸外出 回来的时候呢 带了一张国民党的报纸 上面有一座消息 说是有一批药品 被红军小队企图截取 但是失手了 那批药品呢 被临时的运王豫阳城 好了 就算你说的是事实 那么 曾经是谁带进队伍的 曾经 就算是我带进队伍的吧